乌冬前线最新画面释出 俄罗斯士兵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团灭 影响曝光 对内刺客传出巨大爆炸 俄罗斯号称能够发射瘟压弹头 名为真空弹的TOS-1多管火箭发射器 被乌军一举摧毁 英国智库报告指出 俄罗斯主力战车已经折损超过五成 不过空战力还有八成 有迹象显示 俄军将西守白俄罗斯大举挥军乌克兰 如果之前是两人 现在是三人或五人 武器和装备都更改变了 白俄在边境展开空中突击部队登陆作战演习 西方情报显示 俄罗斯在边界大量集结 轰炸机和战斗直升机可能对哈尔科夫和札布罗热 展开大规模公式 或者被捕风险俄罗斯士兵妈妈再度上街抗议 丈夫和儿子都在前线打仗 他们控诉普钦没有好好保护他们 TVBS新闻组合报道